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来将争取水公司董事 期盼水公司能对基隆提供通盘性的管线更新计划 减少民众生活的不变性 对 我要跟大家报告 其实自来水的问题 深深的困扰着我们基隆市府 我们每次看到有报馆有问题的时候 陈耀川公务处长包括我 我们就是到了现场就要来进行会看 可是众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只能拜托 自来水公司的同仁 要赶快地修理 赶快地恢复 事实上有很多我们是有很深的无力感 针对近来基隆发生自来水管爆馆 暖暖驱水值有异味等问题 已经长期造成居民的不变及困扰 这个攸关民生用水的问题 他认为迫切程度不亚于基隆捷运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这个水的问题 恐怕不亚于我们需要基隆捷运的问题 尤其是随时随地就有旧的管线 会破水这样子 这个真的是对市民朋友来说 是很迫切的一件事情 我也觉得中央对基隆市的水的问题 尤其是自来水公司 他们都是感觉就是哪个地方出问题 他们就想修哪个地方 比较欠缺一个完整性要来更新一个 我们老旧管线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那当然我们过去我们的民意代表 也很关心一些管线的建制 可是仍然有更多的管线是属于老旧的 然后呢随时都会出问题 那出问题的时候市政府有没有责任 市政府当然有责任 但问题是市政府能不能介入这些 管线的建制跟修理 没办法这些都是自来水公司的权责 跟他们的业务 那我们就是在旁边干着急 所以我再特别要拜托我们自来水公司 我想我近日也会去拜访 自来水公司的负责人 我们希望对于基隆能够多一些关心 然后多一些比较完整的计划 而不是只是片面的 或者是比较区域性的 哪一些问题出现了以后才来补救 那甚至会造成很多民众的不便 跟生活品质的下降 市长谢果良进一步表示 也将在董监事会议中提案 呼吁水公司能重视基隆的自来水问题 决定就是说要由我本人 亲自地来担任自来水公司的代表 不过我到目前为止 跟他们的看法比较不同 我希望能够争取一席的董事 那他们是告知我会有一席的监察人 不过因为监察人的本质 跟董事是相对比较不同的 那董事是可以提案参与公司的经营 参与业务的状况 那监察人比较是监督公司的财报 集合公司治理等等 所以这部分虽然说都是一起开会 那效果还是有一点不同 所以我这几天有一直在联系水公司 包括现在的总经理李嘉隆总经理 外传他未来也有可能会担任董事长 我有一直在跟他保持联合 因为昨天晚上下午 在又发生了临时的一起停水的事件 而且是临时告知 包括我跟包括议长办公室 都在群里面表达相当的不满 台湾自来水公司方面则表示 目前持续推动基隆市的旧管太幻计划 预计2024年底将可降至20.04%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最近进行了不少地下管线工程 像是西定路中山区市议员施伟正 就接获陈勤 指出前后挖了一个月还没有挖完 同样在流民传入水管才换没多久 竟然又破管漏水 议长同思委就呼吁市府要整合施工单位 来到西定路 工程员忙着钛换地下水管 但看看狭窄路面 施工范围占掉了半条马路 车辆通行都难走 就一个多月了 还没结束还在我 继续玩 对继续挖 当然很痛苦啊 就是烟尘现在夏天这么热 对不对 道路封闭施工又遇上了停水 让店家苦不堪言 想不到钛换水管却挖到了电缆线 让工程一再失作 遥遥无奇 有要一百多家的店家 他们在这一次水管态温工程里面受到影响 但是呢自来水公司或者是施工单位 甚至是市政府 应该要出来 让这些施工厂商来统筹来了解 我们这些店家 他们能够一个聚落一个聚落来进行工程 而不是整条工程做完以后 大家再重新回复工水 对于许多用水需求比较高的店家来讲 他们确实是受到影响 同样正在施工的 还有流民传入 不过停水竟然没有事先通知 除了污水管线下水道工程 连瓦斯管线灾水公司漏水都有待处理 只见整条马路变成凹凸不平 就又是议会议长 佟志伟忍不住po文 每天回家路坑坑洞洞 而且回田 你现在补好了这个漏水 然后回田又回田的不确实 坑坑洞洞 然后明天这边又漏水 大车经过也漏水 说压坏管线 我们的管线是指湖的吗 所以我想道路的品质 还有回家的安全道路 是市民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我特别希望市政府 跳出来整合所有各大管线单位 包含电信 包含电力 水 瓦斯等等的相关单位 一并处理 把所有的管线一次做一次性的态换 包括西定路 流民传路 仁爱桥 中英路 和东明路 近期都陆续施工 议长通知委呼吁市政府 要做好监督责任 降低对民众生活的冲击 记者 黄少民 金龙报道 而针对市区近期自来水管线施工 造成停水 路不平整的问题 市长谢国良强调 未来将成立第三方公正单位 负责监督整合施工 向关管线单位近期在仁爱区的流民传路 中山区西定路一带进行工程开挖 又暂时性的回填路面 导致周边商家停水 路面不平等问题 引发了民怨 金融市长谢国良强调 未来将编列预算成立第三方公正单位 负责监督整合施工 这个市府要建立非公务处以外的第三方的一个 监工跟施工的单位 我希望能够透过公务处的部门来编入113年的预算 我觉得还是要委托一个第三方来做一些工程的监督 要不然很多这些都是国有的机构 不管是水啊电啊 他们在挖路的时候 如果造成民怨 事实上有时候公务处的一些同仁 他们本身也是公务员 我觉得他们也没有办法像我们明代这样 讲话讲得非常大声理直气壮 甚至去责怪他们 所以我觉得现在民怨越来越多 我们要跳脱原来的框架 要想出一个不同的思维 我是会建议未来透过预算 成立一个第三方的顾问间监督的一个机制 来监督这些包括室友的 包括国有的施工单位都一样 只要是国家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的施工单位 都要被监督 而针对自来水公司 最近频频出状况 从暖暖区的水质遭到质疑 各路段进行态换老旧水管工程 停水挖路引发民怨 立委参选人林沛祥议员表示 老旧水管态换一直是大家所关心的议题 未来进入立法院会做好监督 基隆市其实在自来水的规划方面 在管线上的规划方面 相对来讲以南部县市好得多 但是不能因为说我们的规划相对比较优良 针对淹水还是各方面水的充足供给上面比较优势 所以就让我们的管线甚至有些长达50年以上 都没有做态换 这也是为什么基隆市的漏水率 是全国排名前三的原因之一 未来佩祥如果有幸进入立法院之后 一定会大力争取尽快把我们的老旧管线 全部尽速态换 同时之间 过去前瞻计划也有关水资源的针对 有关水资源的改善 比如说改善漏水资方面 但是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 执行率似乎不佳 有些南部的县市甚至直接拿来做绿美化工程 或直接拿来说做墙壁上的毒压 所以佩祥认为说 未来我进入立法院之后 一定会联合所有对这个死刑有一律的政党 一起来强力监督 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分每一分每一元的纳税钱 到底跑到哪里去 让我们之前这个前瞻计划水资源 能够真正的落实 真正能够执行 林佩祥强调前瞻基础建设 各县市都有投入经费改善水环境建设 希望钱都要花在刀口上 才能真正解决民众关心的用水品质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接下来带你来看年底立委选举进入白热化 市长谢国梁与国民党提名参选人林佩祥 首度合体到市场拜票 外界关心蓝白和是否在基隆有空间呢 来听市长谢国梁的回应 一向选民问好 金融市长谢国梁陪同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林佩祥议员 星期天来到星期市场 发送扇子寻求选民支持 我们会团结在一起 然后呢 想办法一定要争取下 我们基隆唯一的提醒力 谢国梁透过直播 向选民推荐林佩祥 针对外界关心 金融立委选举 蓝白是否有合作空间 假如国民党或民进党 没有单一党过半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民进党可能单一过半 那民众党才可以真正发挥它的影响力 在国会监督 所以我会认为说 假如民众党在基隆推人 而导致了民进党上 甚至于民众党在基隆推人 导致于民进党国会过半 那这个最大的损失 还是会落在民众党身上 那所以呢我们真的是真心诚恳的希望说 我们在基隆能够有更多一些的合作 那我也恳请 这个我们这个两党的好朋友 以及两党的高层 大家共同审慎去思考基隆的局势 做出最佳的提名成全 而面对民众党前秘书长谢立功 积极寻求代表党提名参选 林佩祥强调 只要是公平公正的机制 都可以解决问题 我认为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机制 是解决所有分争最好的方式 所以谢立功 谢立功前秘书长 前署长 他如果我们可以来做个民调 这样或许是平息争议的最好方法 至于他在外面频频放话 频频不停地讲 用挑起不同的议题 我不如是平 市长谢国梁再三强调 基隆这席区域立委相当重要 支持只推出一组立委参选人 代表国民党 也代表所有的非绿阵营民众 好好为基隆争取中央的资源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为了要推广台湾第一条 国家级绿道 淡蓝百年山镜 每年由北北基宜 四个县市人流主办的 淡蓝古道会师活动 今年由基隆市政府 号召民众 寻访基隆的山林美景 体验百年的山镜亮点 大赌国小北管社小朋友 在台上演奏传统音乐 为北北基宜 四县市淡蓝古道 暖暖大会师 欢迎来参加的民众 三二一 请举点赞 基隆市长谢国良 与台北市新北市副市长 吉宜南县副县长 分别挑起扁担 象征搭起市县市友谊桥梁 今年淡蓝百年山镜 暖暖徒步走大会师 在基隆市举办 我们今天来共同这个淡蓝古道的一个宣传跟一个剑走活动 这个是一个跨越四县市一个过去很历史悠久的一个步道 然后也是过去很重要的商圈的一个聚集的地点 看到今天的产面我们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把历史的古道跟我们的生活连结在一起 希望把我们的区域能够更和谐 从这样子的活动 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古自今 其实北北基宜它就是一个生活圈 那透过这样子的生活圈把大家息息的绑在一起 那当然后续北北基宜也一起会来从事相关的一些 各方面的一个活动 让大家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继续把它推广下去 今天它这个活动觉得有满满的感动 因为这个淡蓝百年山镜呢 把我们四个县市的感情串联在一起 也让我们更体会到我们就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 那尤其呢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 让我们了解台湾的历史文化 欣赏我们的自然美景 更能够深入的去探讨我们的风土民情 所以真的我觉得这样的活动 我们每年呢四世还会继续来合作继续办下去 大会师吸引了四百多位爱好三菱及老街的民众参与 用徒步方式走入淡蓝百年山镜 因为淡蓝百年古镜觉得 它有那个历史的价值 所以觉得想说来参与一下 那之前都没有走过 那反倒瑞芳那边有走过 非常好 因为其实我来也不晓得规模会这么大 因为它横跨了那么多县市 而且各有特色 而且而且在这种库属 它走起来非常的凉爽 大自然没有经过太多人工方式的步道 很特别吸引人 之前有走过吗 之前有走过 但这次想要参加一下体验一下 那今年轮到我们基隆市 那我们基隆市我们也都知道 淡蓝古道北路及中路的起点 是在于我们软软 所以说我们选定在软软 那我们也都知道 软软在百年前 它在这个地方是起点 然后呢在这里呢 因为贸易的繁荣 所造就的软软有九千十八万的 那个繁荣的复苏几下 所以说我们邀请 所有的民众来我们软软走一走 看看我们的好山好水 那我们这次的路径呢 分成ABC三条路线 第一条呢是走到我们的 那个新隆路的自行车步道 那个地方也就是找年 我们基隆暖暖的 那个基隆河的暖暖的终点 那那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去看看我们的湖穴 那另外第二条呢 是我们那个暖瘦 暖暖老街走到暖瘦山步道 走到我们的百年进水场 也就是我们自来水 第一管理处那个地方 那沿途中我们会走到 暖暖的最高点 就是暖瘦山 那我们会在金山市 俯瞰整个基隆河 那另外第三条路线是西路线 是我们的那个暖东峡谷谷道 透过四个县市大会师 邀请民众一起体验 百年三景之美 也来基隆暖暖感受 自然生态人文风情的魅力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 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驾 活动官网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了直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雇主开的薪资不到四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愿意 愿意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哦 还有还有 求职房片 请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生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庸市政府关心您 想知道 基庸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庸脉动 欢迎锁地 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庸第四频道 欢迎市政 送回来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要带你来看 基庸市民传国中 与美中地区 芝加哥青年文化大使 营队 共同举办 围棋一周的英语营 在民传国中展开 80位学生 全程使用英语报告 与制作简报 丰硕的成果 让市长眼睛为之一亮 全程用英文简报 内容包括了诗词欣赏 美国节情美食 运动 戏剧 音乐 民传国中举办 围棋一周的英语营队 与芝加哥青年文化大使 实体交流 这次很荣幸 医药校长的邀请 我们带了八位小朋友 到基隆 民传国中 做文化交流 这些英文的教育 能够变成孩子们 daily life 这个种子能够开花结果 The relationships that I was able to create with the students and myself in the span of only 5 days was amazing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English and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my situation of not being able to speak Chinese very well really helped me connect and learn with them 我学到可以就是跟外国人 比较流畅的沟通 然后也可以做英文的PPT 然后上台报告也不会那么紧张 We learn about just such as American fast foods is different from Taiwan's foods and the teachers from America is really kind and they are patient if we have any problems 民传国中这两年来 持续和芝加哥 密西根州 及伊地安那州的学校 线上交流 增加孩子的国际视野 每个孩子 其实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能说多或少 其实都不是那么的关键 但重点是你跨出那一步 对语言的这件熟悉度 或者是你愿意挑战的这一块 那我觉得 这是一个最大的成就 那我必须要讲 在这个区块里面 非常感谢的是 胡林老师和Faskar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营队 特别的回到台湾来 然后我要谢谢的是 民传有一群 真的在国际交流 非常认真的老师们 他们其实在很多 行政事务上的协助 才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进展 透过一次又一次的 教师课程共备 让学生在交流中学习成长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基隆学习型城市计划 年年推成初新 今年其中一支子计划 以绿工艺石农贡学为主轴 返向青年 与青农二代跨界合作 开发基隆不同与往的休闲农业深度体验 废弃不用的笋壳 在青年工艺师艺术家的创意巧思下 有了新生命 使用好看的笋壳灯孕育而生 主要他用到的材料是 我们这边农场的一些农费再生的部分 就是笋壳的部分 我们希望他可以做循环以后 还可以做工艺 然后融入生活 很难得可以来到大战 还有农场里面然后做灯 而且第一次发现竹子有龙毛 而掉落不用的笋叶 又可以如何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呢 就将它收藏在纸上吧 就是纤维工艺 然后我们觅食那个植物的天然纤维 再跟我们一般的家用废纸 打成浆之后 稍微只是这样轻轻的一晃 做成再生手工纸 运用竹子当容器 制作吹蒸出的笋子饭 香气十足 好好好吃哦 绿竹园山鼠农场选用当令食材 与在地农产 野色午餐的好滋味 让人精神大振 有加南瓜 然后田农水 对 然后还有豆腐 结合青年工艺师 艺术家 文史工作者 透过跨界合作 开发基隆不同于以往的 休闲农业深度体验 顺客人 敲散神 敲响山间绿工艺 食农共学 让基隆 学习新城市计划 与这一片土地 文化 有更深度的连结与认同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基隆市 引发健身俱乐部 新风战 正式揭牌启用了 希望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 协助长者规律的运动 提升耐力与心肺功能 以及社交关系 让长辈们病得少 老得慢 活得好 合起来好 三二一 基隆市议会议长 童子伟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以及市议员许瑞茨 张浩瀚 陈怡 和吕美玲 南敏黄特助 以及中正区长郭鸿章 等人 一起陪同长者们 适用健身器材 对于有这处安全专业的 运动健身地点 长者们开心又称赞 经过教练的教导 我们懂得运动会有伤害的状况 我们学了以后 以后我们都可以天天来做 所以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棒的 我们也很高兴 这么多的健身工具 我们每天都可以随时来运动 而且每一样都可以有 老师在旁边指导 让我们都一定 身体一定会更健康 在卫福部国民健康署 以及基隆市卫生局合作 和新丰里长蒂蒂娜协助下 位在中正区新丰里民活动中心的 基隆市引发健身俱乐部新丰站 正式接牌启用 希望在专业教练指导下 协助长者老人家规律运动 搭配健康均衡饮食 提升肌耐力和心肺功能 以及社交关系 让长辈们更健康 病得少 老得慢 活得好 我想起我父亲就是睡的时候 他当时行动 前面的做工夫太方便了 那不能运动 当时就有一个叫踏车 就是那种做得才能 我就特地帮他买了一个阿艾丹威 对他店每天做贷的小事 那的确对他帮助得非常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老人家需要的谁 基隆运动 除了基隆运动之外 刚才现主持人帮我开想了 拍一张完 介绍是大家可以团体聚会 就像我上渣单 大家在带行 我开心 我们中央有补助吗 我们这个为服务的这个 零年就远 我们讲这个 我们基隆在地老化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老年人口的比例也非常好 中正区应该是全市第二个 是吗 第一市人爱区 第二中正区 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健身器材也好 空间环境也好 都让我们在地的社区的帐杯 有机会主义的目标跟指标 都不管中央跟地方 大家跟我们来努力的希望 到未来有更多的资源 有目标跟地方的社区 只有在日常的生活中做好这些保健 透过影法健身俱乐部的硬体设备的建制 还有我们运动指导员 我们有证照的运动指导员 然后每个星期来上课 然后跟其他的长辈一起上课 又可以动动脑 又可以交朋友 又可以训练激励 我们才可以延缓我们的退化 延缓我们的私能 这样以后我们需要被人家照顾 需要长照的机会 就会更少 我们感谢新丰爱乡协位 感谢我们国民健康署和基隆市政府 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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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欢欣赐赐 送回来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 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京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您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既落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